Omicron變種病毒在全國肆虐 令各地公校在這個新學期 如何能夠安全實體開放陷入爭議 並且面臨兩難境地 本國多個省份正經歷Omicron變種病毒快速傳播 而引發的嚴峻疫情 再次引發各界對於學校何時安全重開的爭議 《多倫多聲報》的報導說 目前包括卑斯省等大部分省份 已經將重返校園的時間定於星期一 1月10日 不過安省政府就因應疫情惡化 至少延遲至1月17日才重開實體上學 不知前全部會上網課 而自從疫情爆發以來 安省公校已經累計有26個星期的網課 屬於整個北美地區最長 疫情爆發以來 很多家長、教育專家等方面認為 長期網課不利於學生 特別是低連班學童的身心健康 按省推遲重開校園 就引發一些家長不滿 在社交媒體Facebook的一個家長群組 已經有超過3,400人 他們呼籲省府 儘快讓孩子重回學校上課 否則就採取杯葛行動 不讓子女上網課學習 專家認為疫情底下 安全開學是一個兩難問題 建議最重要的就是盡快為教育工作者 接種第三劑加強針 私生戴N95口罩 而校園就持續推行快速檢測西茶 而就算所有的措施都到位 也都無法確保百分百安全 講述 誰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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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